去年3月到高雄参访时 在魏武营的大厅流利弹奏钢琴 他是苏格兰爱丁堡市的议长带医 挺台湾一向不遗余力 在与高雄市长陈其迈会面后 双方都有意要签订伙伴城市协议 但却传出遭到中国打压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 抖大新闻标题指出爱丁堡 因为担心中国制裁 而决定搁置与台湾的友好协议 里面更提到中国驻爱丁堡中领事张彪 在议会审议协议前 多次要求与苏格兰政府官员见面 更强调与台湾签订协议 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并造成严重后果 更说爱丁堡将得不到好处 却会因此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已经逼阵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尤其说中国是苏格兰政府的 前两大投资贸易国 所以对于爱丁堡市 要跟高雄建立姐妹是这件事情 中国一定是急于跳脚 现在更把手伸进到 属于自治层级的城市交流部分 这个是更伤害台湾人民的心 高雄市议员说 中国在苏格兰投资力道大 更用经济方式 胁迫当地政府 BBC就指出 包括就学 投资 观光及航班等多方施压 逼迫议会最终做出暂时搁置的决定 世界各国交朋友都是靠友善互动的 只有中国的朋友都是用抢来的 他自以为是在展现大国的肌肉 殊不知这种行为只会让自己像个生气的癞蛤蟆 吃不到民主的天鹅肉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和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国际社会 来进行互动 希望能够推进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实际的交流以及合作 虽然高雄市府强调会持续努力 但中国将手伸到城市交流 打压力道持续加大 民事新闻书上为陈嘉祥 高雄报道